随着发令枪的冥想 范冰冰一改往日淑女形象 和两位世界冠军在上海滨江公园一起飞奔 由此拉开了万人骑行 迎奥运全国巡游上海战的序幕 这是范冰冰第三次参加这个活动 范冰冰从小日安运动 在读初中时就被选入了田径队 还曾加入过篮球队 所以参加这个活动 她的积极性很高 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当时在深奥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 如果中国真的可以深奥成功的话 我们要做点事 所以其实从广州 然后到成功到上海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分美很好 整个的情绪都很好 然后有点像全家老小一起上阵 开运动会的感觉 虽说范冰冰是现今内地的影视红人 见过不少大场面 但在发布会现场 与两位世界冠军交谈 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时不时的踮起脚尖 两只手也不知道往哪放 就像个面对偶像的小粉丝 有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 很坚强 而且非常的心理素质特别好 其实临场的发挥很重要 我都是说演员 拍了再多的戏 但是你站在舞台上 你还是会紧张 据悉此次万人骑行 云奥运全国巡游的活动 还将申请最多参与的骑自行车人数 和最大的红旗 两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新娱乐在线上海报